当时他出土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毛骨悚然 从外观上看他平平无奇 可是仔细你往里面一看 里面居然有一颗人类的头骨 他的名字叫做青铜眼 是殷商时代的一个蒸饭器 用来蒸主祭祀时候 供奉的那些盗骨啊 麦子啊等各种骨物 跟现代的那个蒸锅很相似 分上下两层 上面一层装骨物 下面一层呢煮水 中间呢有孔洞的壁子隔开 用水煮沸后的蒸汽来加热食物 它是1984年 在安阳殷墟王宁区的一处祭祀坑当中被发现的 当时啊在青铜眼泪 发现人类头骨还是考古界的孤立 所以专家推测这颗头骨是填埋的时候 不小心滚落进去的 所以当时没太在意 再加上这个青铜眼的掩体 这个压的变形了非常严重 所以卡在里面的这个头骨呢 就没有被提取出来 直到1999年的时候 我们在殷墟的另外一处墓地 考古现场又发现了一件 同样的装有人头骨的青铜眼 它呢于84年发现的这个青铜眼 如出一辙 一下子就打破了文物孤正的局面 这才引起了考古专家们的高度重视 难道这些人头骨都是被真主过的吗 这一件青铜眼你仔细看一下啊 它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可以清晰地看到眼里面装的这个人头骨 呈现的是灰黑色颈部 还有锯齿状的断痕 那么这颗灰色的头骨主人到底是谁 它究竟经历了什么 通过对头骨的检测显示 我们发现它的钙质流失的非常严重 这就意味着这颗头颅真的被人为的真主过 这就让人更加的猫骨悚然了 这件青铜眼被发现的时候 位置就在训人的头部 这个训人又正好头颅缺失 所以专家们推测 当时是先砍掉训人的脑袋 放在眼内进行祭祀活动 祭祀完成后再陪葬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法医相关的影视作品 总会听到一句话说 尸体是不会骗人的 同样 颐骨也是会讲故事的 头骨学家根据颐骨的骨骼和牙齿 可以追溯到这个人生前年龄性别 遗传信息 食物结构 疾病健康各种信息 通过头骨的体质学分析 学者们就确定了 这个童眼中的头骨主人 居然是一位年龄只有15岁左右的花季少女 仔细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牙齿保存的状态非常的完好 要知道单调的碳水化合物饮食 会一直俯视人的牙齿 如果相反你摄入的蛋白质充足的话 就吃肉多的话 你的牙齿就会比较健康 而阴生时期 肉食作为蛋白质的主要获取渠道 是比较奢侈的 就是一般人吃不起 但是这位少女的牙齿发育非常健康 说明他经常吃肉 并不是长期吃那种补物 所以他很可能是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一个贵族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正当花季的贵族少女 为什么会伸手分离 而且还被真主投颅 落到这么一个下场呢 商代的贵族用奴隶和战俘做这个殉葬 这样常见 安阳英雄出土的甲骨文当中 记录了这个人殉人计的甲骨数量 就高达1300多片 像补瓷就有1900多条 殷墟遗址当中有2500多座祭祀坑 14000具遗骸 还有专门的人头祭祀坑 青铜眼里面的这个少女 就是先被斩首争补 用头骨祭祀之后 再放进墓室内做陪葬的 不过这种断头的残忍杀讯现象 通常是只是针对战俘 专家通过对少女牙齿 斯同威肃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 他并非是河南本地人 而是今天的安徽陆安人 所以大概率是被抓到首都英帝的 由于人头青铜眼出土的这个地层 是殷虚的四期 大约在商代末期地心统治的阶段 对应出土的甲骨文当中 同期记载 就提到过一次殷商大军 在安徽陆安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 殷商军队最后是得胜而归 所以这个少女极有可能 就是这一批被带回的战俘当中的其中一员 而且可能还是对方首领的知其亲属 正因为她的身份尊贵 她是这种特殊的战俘 才会让这个少女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在最美好的年龄 先后被野蛮的献祭和殉葬 想想都可怕 真爱和平 真爱生命 所以珍惜当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